回到台湾看到有一些顶楼加盖的违建问题 层出不穷 抓不胜抓 但是项目单位没有处理也就罢了 但如果任由屋况跟废墟一样的违章建筑 出现在人来人往的马路上 一不小心破碎了屋瓦砖块 很可能就会砸中来来往往的行人跟车辆 捷运骑车站平常车来车往 不管是要打捷运还是想坐公车都很方便 不过谁也没想到致命危机可能从天而降 一整排顶楼加盖的楼房 就这样住立在捷运站对面 其中这栋原本是五层楼高 但一口气加盖了两层楼 现在的屋况跟废墟没两样 针对顶楼让人看得触目惊心 后头用几块木板搭起来的水塔摇摇欲坠 屋顶的瓦片砖块 更直接散落在隔壁大楼的屋顶 随时有掉落的危险 危险建筑底下就是公车站牌 我们可以看到平常就是人来人往的 但是已经剥落的瓦片呢 就跟记者手上这块采访板一样大 从七楼的高度掉下来 如果砸中人的头 后果恐怕不堪设想 破烂的屋顶平常没有人会注意 也看不到 但是下方行人来来往往 平均两分钟就会有一班公车近站 要是哪天风大 把破碎的屋瓦吹下楼 后果恐怕很严重 今天新闻陈俊顿堆龄新北市 蔡文部到